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天色已经渐渐完了 我想说趁着天还没有暗的时候 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的鱼菜共生的菜园 前几次也是有跟各位介绍我们的鱼菜共生 像这一座有跟各位介绍就是小白菜 我发现它长得越来越强壮了 越来越好看了 所以我又忍不住今天想要来直播一下 各位可以看我的鱼菜共生 种出来的小白菜是不是非常的壮 非常的健康 比之前的话又长得更好了 因为现在气候天气也没那么热了 所以菜都是渐渐的渐渐的会长得很好就对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我的小白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每天都可以看到它的长大 对一天比一天大 就是很有感 对一米大一村 一米大一村 对我讲的好不好我不想 因为我是客家人我讲的台语不太标准 对一米大一村 对因为我觉得长得很不错 所以小时候带各位来看一下 对 然后这旁边的葱其实也陆续有长高了 天天看得很有感就会有想要拍的葱动 对 像我有跟各位讲这个小盘前我不说 这个怎么在滴水 这个时候有问题了 怎么在滴水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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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在直播怎么滴水 我看一下 你拿起来我看一下 是不是跟有档子吗 有什么杂质跑进去吗 啊 那个水太强了 对啊 等一下再处理 对 因为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有清水管啊 啊 有有 刚才有在播清水管 对 所以水流没有控制 对 因为本来水管太堵塞了 然后水流不强嘛 然后清了以后就太强了 太强了 变成要把它 对消耗不了 把门要调整一下 对对对 然后之前我有跟各位讲嘛 就是说我有买两颗小番茄来四种 嗯 诶 诶真的 这个最近应该是很适合种番茄 它已经长高一倍了 对 以为是小番茄的根 对 把它堵住了 对 还没有啦 各位看 这是新长的牙已经那么高了 对啊 所以应该 渐渐的应该 有没有可以 有番茄可以 吃了 对 是要挡住吗 不是啦 不是 不是 因为它根还很少啊 对 那就是刚才 真的挡住了 刚才洗那个 对 小黑管的时候 可能洗得太干净了吧 对 造成水流很顺畅 所以就消化不了 对 没关系 还好它 滴下来还是滴到这个 这个鱼尺里面 鱼尺里面还好 还没有漏掉 还没有漏掉 漏掉就麻烦 我 我有跟各位讲 这个今天也长得很大了 对 这个是那个 大宝特瓶的 垂直 种植的 各位看 其实 种在这个宝特瓶里面 也是很漂亮 都觉得我们家菜 看起来就是 看起来很漂亮 对 舍不得吃啊 这个花 各位一定也看 我们直播的时候 机场都是陪伴着我们的 而且越开越漂亮 对 这个有欧洲的感觉 对 对 我觉得这种 Pew很好 哈哈 这种这个花还不错 对 欧洲的感觉 对 昨天晚上有直播的时候有讲 我们有把这个 平行式的那个 宝特瓶种植 都有一些苗 已经把它换掉了 对 就是说百年看就比较清楚 昨天晚上才种的嘛 如果各位有看我们的片子 就知道 昨天晚上才刚换的 对 上面也都长得不错 还好今天太阳没有很大 应该叫没什么太阳 对 没什么很大 所以这个 这个安然度过一天 对 如果太阳大的话 可能 可能就 对啊 可能就不好了 会很糟糕就对了 没有办法 其他应该都还好 这个 昨天也是有讲当众的人 草莓其实都还 还好 对啊 对 都还OK 嗯 嗯 其实 比如说像 水根的 种的小白秤也是一样很漂亮 对啊 其实都也都还好 都陆续在长 这个好像又变大了 对啊 好可怕 这一个就像一个脸盆那么大了 对啊 好大啊 好可怕这个 嗯 种这怎么这么快 好可怕 这个叶子好大 大到这样 对啊这个要怎么吃啊 嗯 我上网查一下 应该可以做 做什么 雪里红 雪里红应该不是这种的吧 可以直接炒来吃吗 可有一点苦苦的 有点苦苦的啊 你可能不吃 可能到时候我来 上网Google一下 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可以试试看啊 因为这个很容易 有那个 黄原叶枣去咬 一个洞一个洞 这边啊 这就有啊 那是 那是他们来的时候 就已经咬了 可是我们这边没有黄原叶枣啊 对啊 所以这个 这叶子你看 没有像网子一样 这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非常漂亮 还很完整 对 长得又快了 那叶子又完整 对 嗯 这可能过一阵子 就可以采收了 对 对 哦 这这采收大概 至少有三五倍大哦 嗯 它很大不是吗 那当初我是去 建国花市买 买现成的三颗五十块 就是 就是差不多 一半大的时候 把它摆回来的 后来就没有了 后来再买就 老板就说都卖完就没有了 对 对 其他就 其他就是这些都还是小苗嘛 那我的习惯就是说 让它在这边 长啊 比较大一点的话 我就开始会做移植的动作 嗯 不管是土耕啊 或是要做鱼菜的话 我都会 选择比较大一点的苗 再来做处理 对 那在前面 昨天也有介绍 我也是有另外 放一些比较大猪的那个 大鹿妹啊 还小白菜 到时候也是要做移植 对 因为长得太密哦 它就营养 营养不够 就是长不大 所以 都要跟它做那个 梳苗的动作 嗯 要看那个啦 昨天没有看到那个茄子啦 因为昨天已经太暗了嘛 今天就滑 今天天气还有点阳光 对 还有点光线 对啊 这都茄子啊 你昨天说比辣椒 其实都比辣椒大吧 不只啊 还蛮大的 对 所以嫁接的茄子 长的量都蛮多的 各位看 这都是茄子 后面这边也是茄子 嗯 这背面也是茄子 我看这上面可能好几十颗 嗯 对啊 都是茄子啊 嗯 所以茄子用嫁接的方式是不错的 接腕桃花 嗯 对啊 应该 那边也是啊 都是茄子啊 一堆哦 对啊 都是茄子啊 还算OK啦 对 这次算嫁接很成功 上面也是啊 嗯 因为 以前我有去过 一位邻居的屋顶 就是那个顶楼上去看 他们种的茄子 就是用万桃花去嫁接 长了两三百条 吓死人了 我们 我们 我们虽然没那么多 可是看起来也是好几十条 对啊 对 虽然没有很大条 嗯 只是长得没有很大条 嗯 不想是明养不够 没有啊之前很大啊 只是最近最近比较小 可能是季节的关系啦 嗯 嗯 可是过一阵子 你会嫁接万桃花吧 这个已经就开花了 对啊 对 这颗就是万桃花 那我们准备 有扣的时候叫做那个 嫁接那个桃子 不是桃子 嫁接茄子 茄子 对 我想再嫁接一颗 还两颗这样 嗯 对 暂时就摆 那就差不多了 对 也差不多了 反正 好 对 好 那就是 今天菜园的最新情愿 好 好 对 不要 真的 我